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呢,我为大家讲一个 调理你的屁股疼痛 以及有些人的腰胯疼痛的问题 这个方法呢,是非常的简单 下面呢,我先为大家示范一下 好,大家看了以后呢,可能看不太明白 因为这个动作是不那么明显 那么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首先呢,我们自然站立 把手呢,放到你的胯膜上 你的髋关节最上面呢,这个咽上面 把手掌可以像虎口一样卡在这个地方 好,卡在这个地方 两边呢,都卡好 卡好以后呢,下面我们做什么 吸气,吸气的时候肚子向内收 向内收,同时呢 我们的屁股,屁股向上提加紧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主要就是这个屁股向上提加紧 肚子内收 好,你这个时候能感受到你的屁股 包括你的胯骨这些肌肉 全部给它进行收缩 好,来,坐一下啊 好,手掌打开 放在两侧 跨骨的最高沿 好,吸气 肚子向内收 屁股向上提 好,吸满 停顿一下 呼,放松 吸气 肚子向内收 屁股向上提 好,停顿一下 放下来呼起 好 吸气 肚子向内收 屁股向上提 然后放下来 呼 好,大家可以看啊 吸气 提臀 收紧 好,放下来 可以看清了吧 好 如果说你腰胯经常疼痛的 一定要好好地练习这个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你的腹部啊 包括你的屁股 你的胯骨 这些肌肉 让它变得更有力量 更轻松 同时呢 你的胯骨疼 也能得到 很好的好转 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试一试 如果对养生运动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 留言 和我私信进行交流 谢谢